这个我看到了 这是最近做的 24年4月18号 就这个节节 实性的 看到吧 边缘光滑密度均匀 那么看报告了 跟22年大小是没变化的 这个是你22年当时穿刺的时候 这个了 然后穿了以后 周围有一些肾血 所以就显得这个范围大 周围有肾出 所以实际上应该没变化 那个当时穿刺的医生说 没穿到说是比较硬比较滑 所以一扎就滑走了 一抓就滑走了 实际上你再次穿刺 你就没做 我这个了 节节是个良性的 我认为它可能是 良性的那个错垢瘤 或者是硬化性血管 这种就是硬的 就像软骨一样硬邦邦的 所以它扎针一进去了 就滑到旁边去了 所以它就没传成功 但是最少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从22年到现在 没变化 没变化 它自己为什么说 长大的一点呢 也可能会有一点 但是基本上我看原来 22年就给你报的9成8 今年报的8 对 那应该是微小的变化 但是就是说 这种良性肿头 它也可能会慢慢长的 但是我认为它没危险 你可以继续观察 没危险 如果真正确认它长大了 然后你可以做掉它 因为它长得很靠外周 切一个小小的 所以就取决于你了 反正继续观察没事 继续观察没事 还是比较安全 很安全 很安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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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